据央视10月19日报道 由于12日发生列车出轨事故 华盛顿地铁六成列车停运 12日 华盛顿一列地铁脱轨 200人被困在青岛的列车内 地铁的部分停运影响了成千上万上班族的通勤 并已经造成了华盛顿特区 弗吉尼亚州北部和马里兰州南部部分社区交通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停运的地铁列车均由日本进口 是日本川崎公司生产的7000系列列车 华盛顿交通局表示 事故原因是列车本身具有设计缺陷 极易引发列车出轨 华盛顿地铁招标时 中国中车也曾参与过投标 受当地政策影响 中企的投标最终不了了之 由于各地政策不同 中企的列车已经进入了美国的一些其他城市 并且已经在美国市场站稳脚跟 不管是报废还是返场维修 华盛顿地方政府是不会让这些日产地铁列车继续运行下去的 由于列车设计缺陷所导致的经济损失 也需要华盛顿地铁和日本川崎公司共同承担 这一次日本制造坑惨了美国 早在2017年 日本生产的高速列车就已经出现了漏水事故 这批出口到英国的高铁被退回反潮维修 日本基建巨头频频出问题 或将对其国际竞争力造成负面影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